好 接下来这个一定要帮大家来追追追了 来看看的是呢 高端问题是不是真的一头拉骨 好 这是立委爆料 二期临床是找中资吗 这是立委的一个爆料 好 另外呢 当然呢 这是不是个赎罪券 赴日PCR高端现在要买单 但是直到年底 今年现在都已经要10月 快要中底了好吗 好 其实来看的是呢 从10月28号到年底前这段期间 打高端而且计划要日本 去日本的民众 很多人哗哗叫嘛 你看当初相信你打高端之后 你现在惨了吧 还要自掏腰包 白打了 自己白挨针 现在呢 高端终于愿意 要来免费的提供PCR的检测 目前在北中南各 有一家医疗院所合作 不过我觉得这个家数也有点少啦 只有一家 好 其实民众也是很不方便的 但无论如何呢 这个计划只有到年底前 从10月28号也就是11月了啦 好 这个两个月其实呢 用到的人根本不多好不好 这个来看的是呢 另外赖事保就说 依照推估啊 这个年底前呢 复日的打高端的民众 根本不到4000人 预估呢1400万对于高端 只有只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好 你来看看 你高端赚了我们台湾人民 赚了我们的政府 多少钱卖这么贵 结果呢 现在你看出事了吧 人家日本不承认吧 你只愿意掏个 这1400万 因为打的人会 这期少期限 这两个月太短了嘛 不到4000人嘛 那这样子呢 1400万不通不养 这么少的方式 实在是很难补偿 另外呢 立委洪孟凯也说 高端用这种廉价的方式 来补偿根本是 买赎罪券 重点是 重打疫苗费用谁出嘛 好 当然呢 这个来看到是呢 网友麻烦 蔡英文还我签 还有网友说 党真的了不起啊 好棒棒 这也让民间企业给吞 还有网友说 年底选完 就不干高端的设吗 还有网友说笑死 完全甩锅 给高端啊 厉害了 你的党 好 不过其实呢 现在呢 立委邱成员也提出质疑哦 他是高端的二期试验 是不是有委托中资的公司呢 但是来看的是 卫副部长薛瑞远 居然说我不知道 当然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中资公司还有在查证 这是立委的一个爆料 但是 卫副部一问三不知 好 其实呢 这个蒋万安公布的 BNT的细项采购合约 鹿云对此呢 是这样子指说 他有违法吗 但其实来看到的是呢 这个整个状况 高端疫苗的争议哦 其实呢 蒋万安之前在网络节目 也曝光部分合约的内容了 表示其实呢 已经戳破了陈时中的谎言 全部策案 好 今天就不处理理史提案 原本绿营有备而来 打算要重启疫苗调阅小组 就是要对整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蒋万安揭露BNT疫苗 采购保密的出外条款 今天你民进党 所有的人要来围剿我一个 我也无所畏惧 我也不怕 但我就是在这里 坚定害为人民的杜的权利 政府到底是不能说 还是不想说 试着开锁蒋万安碰上绿营阻挡 其他恶意揭露疫苗保密协议 是泄密 绿营要提案重启 却在协商之后全数撤案 难免会被认为说是政治动作 并没有真心要公开疫苗采购的黑箱 告诉国人的秘密协议 就是有除外规定 我们就是有权利知道 当民众发现 结果现在包括你高端的财报 包括审计部的资料 发现这当中有这么多的疑点 这些价差去哪里了 结果这个政府 所有民党党团 所有民意代表 还在遮掩事实 还在黑箱 把自实的真相锁在黑箱里面 开启真相钥匙在政府手上 蔡政府跟陈仁中被戳破了谎言 再多理由也无法给民众交代 当初挺高端的陈仁中 现在却是隐瞒中 无法自清揭露秘密的责任 却要对手讲完安来做 我说在保密上面我不以讲 那他觉得他应该不应该讲 这样的话来用胡说八道 这种话来带过去 直接显露出他是老羞承诺 疫苗财购真意延烧 还有媒体人透露说 食药署从中介入 让高端提早一年拿到EUA 形同是赶鸭子上架 百万人成了白老鼠 这个有误会 怎么说的误会 等一下会说明清楚 不过卫福部长 薛院员口中的误会 却迟迟没有解释清楚 疫苗应该是 这是人民的纳税钱 该公布就把相关的细节公布 每天再争争吵吵 最后还是不公布 这也没有什么意义 高端疫苗成了北市政治工坊话题 卫福部长回避 也显现没有人想帮成人中 扛起这锅 疫苗角色跟采购黑幕 蔡政府还在掩护 杰壤中的嘉宇推广到 好 高端疫苗的争议实在太多了 而讲完安之前就曝光 这样子部分的合约的内容 有立法委员正民进党 律营在立法院发起临时提案 称蒋万安的说法是断章起义 要求卫生环境委员会要重启 疫苗采购调月小组 对此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的 许巧新直言 民进党打算追杀公选蒋万安 居然在立法院中 寻起围剿蒋万安 完全不顾民众知的权益 只在做选举的政治攻防 让人非常愤怒 因为他们本来觉得 反正这个东西是秘密会议 所以死无对证 所以要怎么讲都可以 所以陈时中老是在那边讲说什么 蒋万安在秘密会议的时候 也不用工 也没有认真看 也没有提出要求 现在直接拿出白纸黑字的证据打脸你 那陈时中的脸被打得很痛 民进党有这个人很痛 那他们很痛就开始做一些 歪七扭八的事情 所以才会今天有这种情况 是整个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 他们不关心人民知的权利 只想着要去围剿蒋万安 做他的选举政治攻防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 所以我看了之后觉得相当的愤怒 因为蒋万安在里面 他一个人占非常多 包括绿委也好 然后薛瑞元也好 因为他说他不怕 要就来告我 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 我特别跟大家补充 因为在另外条款里面 只要告了 就会被法院公开 所以告了就会启动程序 所以他就直接嗆声 他说你敢就告我啊 意思就是说你们根本这些都是打假球嘛 你根本不敢重启疫苗采购小组嘛 最后撤案啦 你也不敢去告蒋万安啦 因为只要做出这些事情 疫苗采购的合约真相 就会在大家面前 所以民进党的假动作跟打假球 这都是为了他们的选举利益 那我觉得蒋万安在这件事情上面 让他们气到跳脚 就真的是做对了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